大家好 我是建華汽車的小吳 今天我要為各位介紹的是這台 2009年BMW 750Li 網路售價38萬8000 東風口這邊 它這邊就有一個鏡頭 它 我記得是行車記錄器用的鏡頭 接著我們來看它側邊這邊 它輪胎這邊也有 它其實車輛四周 它都會有這種盲點的鏡頭 因為它是Li L的顧名思義就是它是長軸 所以它特別的長 而且它的門 它都是有做磁吸設計的 我們門只要這樣輕輕的摁上去 它就會自己吸上去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它後車箱是電動後尾門 而且因為它是長軸型加長版的關係 所以它後車箱的空間也是非常的深 非常的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輛車底層的部分 這台車目前的底層是 106,565公里 以一台2009年的車來說已經算是跑非常的少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方向盤的部分 它方向盤算是多功能 它的左側這邊是可以控制你車的定速速度 右側它這邊則是可以控制你音響的大小 它有雙區恆溫控制系統 以及加熱座椅 空間它可以更改車輛行駛模式 它在車道偏移的下面這邊 它可以改成Sport模式 以及一般模式 甚至它還有車的盲點的鏡頭 以及Auto Hold 它後座是非常的大 接近總裁等級的 以我180公分這樣子來看 你看這空間還有這麼的大 坐起來是非常的舒適 而且它的左右兩側以及中間 都還有後座出風口的部分 甚至中間它是可以調整溫度的 它是V8引擎 而且它是用雙窩人來輔助的 甚至這台車新車價是已經接近600萬 現在只需要原價的不到十分之一 就可以購買得到 今天介紹的是這台2009年BMW 750LI 網路數價38.8萬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台車 歡迎來建華汽車找我 我是小吳 我們下次見